嘿大家好我是皮特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比特币还有派派币带给市场上一个很大震撼 从底部翻译我们带大家来看下大家发生什么事 第一个先带来看到我的推特 今天推特我们推了几个东西出来 我觉得蛮有趣的 那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些艺术家把派派币 那还有都几空那虚吧 那这是一浪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波比一波还要更大 那大家可以看到派派币的这一部分 那其实有过之而不及啊 那某程度上似乎有机会去取代Shiba 那如果取代Shiba下一步当然是取代Pepe 那这是为什么 今天连Elon Musk这个地方都推出 他都去退了这个Pepe 他说the first amendment is for sharing mimi with friends 你看这个Pepe跟朋友分享 那第二 the second amendment is for them is for when they try to stop me sharing with mimi with friends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当我想要跟我朋友分享的时候 那他就变成这个武装的Pepe 那今天下午也是是因为Elon Musk一推这个推之后 那整个Pepe就暴涨 那这个是原本Elon Musk 如果你看我们现在今天整个市场上主要还是以Pepe 当成是一个主要的迷因呢 虽然今天有朋友讲说哎呦会不会是Pool 就是we need a pool 甚至是Bang 不同的是Ocoin 那这个东西我们待会给大家来看看有空的话 那除此之外 其实今天另外一个重要的新闻就是Binance退出 好像大市场 那我们晓得Binance他们其实最早在全世界各个不同市场里面 他们做的事情 其实不管各个国家的财务部长 或者各国家里面的政要退休下来 时候Binance就会请他们到Binance当顾问 甚至是这种当这个高级的顾问 那主要的目的是帮助Binance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跟不同的这个 jurisdiction 不同的区域国家 那有机会去拿牌照 怎么样更加的合规 更加合法化 那我觉得Binance他们做的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对的事情 那毕竟Crypto终究是要合法化 那各种原因理由 那Binance退出了加拿大市场 那蛮可惜的 那就这样大可能政府这个地方 不认同 所有的Crypto目前为止 那所以Binance目前为止是推出加拿大市场 这个也可能也是一个FUD 那就是FUD 讲Binance目前为止整个加拿大生意 基本上就是他们会把它切 切出来 那另外我们带大家一下 看一下CoinMarketCap 过去24小时 你看比特币涨了1.9% 那来到了26,800 那Eat来到了1793涨了1.2% 那市场上整个就是民营币整个 带领的Ocoin 然后再带领的比特币跟以太 这样一个反转 但是反正到这个部分看起来 今天其实整个PepiB刚才涨了48% 大概看到这边有一个Hex Hex为什么这么大交易量 那其实是一个新的一条链出来 那Plus 是有空在跟大家讲 因为毕竟它后面这个 要换币有点复杂 改天跟大家讲讲这个Plus 跟这个Hex后面的一个逻辑 那另外 我们来到民营币的部分 今天民营币都是一个回档 那PepiB这个地方今天下午 刚才应该还涨了百分之 将近50以上 那过去24小时 PepiB这个地方稍微做一个回档 那高位这边来到了5个0 然后到2000 2000、2100 5个0之后 这边应该是2000、2100 那除了PepiB之外 今天有这个Lady Mimicoin 那Milady Milady 这也就是因为Elon Musk Pump 这是Milady的NFT 那Milady他们这个地方出了一个Ocoin 那这个也是上上 现在是最热门的一个Ocoin之一 那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Hex的价格 日线图这边 我们跟大家讲 日线图这边收了一根下引线之后 目前为止看起来是有机会这个地方反 不是反转啊反弹啊 这地方反弹之后其实 大家如果看这个地方 那反弹价格来到哪边 有机会来到27,745 甚至有办法来到28,440 那反弹上来 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个做空的机会 那4个小时图这个地方 我们昨天跟大家讲说 这个地方是一个反转的契机 如果我们所讲的目前反转起来 在这个地方 其实应该价格不会直接上去啊 这边更像是有机会价格 会在这个地方哎下来之后 那再做一次测试之后 然后再往上 最后再下来啊 这个有点像是将来有机会发展出来的一个路径 那当然我们要做一个不同的看法 一个小时 目前为止看起来这个地方盘整 大家注意啊 先进流是一个负的 那这个地方 动能如果这个地方持续向下的话 那其实看起来有机会 这个比特币会向下 那以太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Eath Eath 我们看 Buybit好了 Buybitfuture Eath的地方 其实这个支撑位是蛮明显的啊 那 我们直接看一个小时 看起来这个地方 Eath在这个地方间出现了 从第一位反弹上来之后 那目前为止这个地方 高位你看这出现两个红点啊 动能有向下 其实目前为止市场似乎有一个这个地方 有点涨不太动 有点要回挡的一个 状况啊 那我们持续看看这整个的状况 是一个怎么样走法 那配配B 配配B也是今天最主要 大家关注的币啊 我们昨天跟大家讲说配配B 我们稍微从长一点时间走来看 4小时图 4小时图这个地方涨上来 我跟大家讲说有机会涨到这里 就涨超过我们的预期 原本预期涨到这里之后 它其实回挡了 那后来Elon Musk 退役了之后就有这个往上走 目前为止来到了 5个0然后1743左右 那这里目前为止看起来这个动能还是负的啊 但如果你看 45分钟 45分钟 现金流其实在 下午5点钟的时候已经变正了 现金有变正之后动能这个地方也持续往上走 所以我觉得配B在这个地方蛮有趣的就是他似乎在这个地方反弹到0.5之后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他就直接往下呢 这个我觉得 不一定很难讲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他这个地方已经反弹上来了 这个地方会不会再做一个 然后到0.618这个地方然后此时才回呢 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市场上今天也有一个新闻讲到 像much大哥去买了6亿 60亿6pn 60亿的pepperb 这代表金鱼其实在pepperb回涨的时候持续在扫货 金鱼在扫货不在出货 这个地方就大家为什么说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去跟着这些巨金的钱包才知道说市场上到底这些主力在干什么 那crypto有一个好处就是所有东西都是透明 那另外我们来到pepperb的twitter 可以看到他现在其实超过10万个holder 另外这边让大家看一下pepperb本身目前为止刚看到其实现在来到了 11万人左右的holder 现在又多了2.5% 那整个仓位 我们来看一下他主要仓位 为什么来看仓位呢就看他大户的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集中啊 第一个主要是binance有17% 那再来是6.3%再是ok 摩擦 甚至coin 货币都有大的 一些仓位 那我觉得仓位之外你要点去看呢比如说ok你可以点去看 看看看一下ok他们到底目前为止是出货多还是他们进货多啊 比如说我们点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黑币又一直持续有人买啊刚才我们看到11万多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变11万 1000多ok一直持续建仓啊 反而ok是在持续建仓的一个部位 ok之外 我们看一下不同的交易所 我们看抹茶好了 抹茶交易所最近 看起来做的不错啊 特别是他们的合约部分 号称他们是 市场上最便宜啊 1%是taker 抹茶反而是从 30号这个地方卖了差不多一半的 部位吧 然后就持续建仓往上走 听跟大家分析一下比特币之外 那就是pepe 那这个地方也是告诉大家 民币 大家控制好风险啊 如果你觉得 视频带给你价值的话 请关注我们 并订阅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